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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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比他本身是GNB 他的共同發起人之一 GNB一開始有四個發起人 柯比是其中一個 那他本身在臨時政府也是蠻活躍的 各位如果有掛IRC的話 你會常常看到他的發言 他除了血扣以外呢 他同時也爬山 而且也很擅長攝影 所以你會看到他剛才其實很忙 在那邊拍照 在這邊拍照 等等的 那他除了 立法院的專案比較 比較 比較常常在involver以外 他同時對於 資料視覺化也是非常的熟年 特別是他有在進行一個專案叫做林川美 那林川美是怎麼樣的一個專案呢 他是 他是試圖利用我們現在的資訊科技 就是假設你是一個資訊人 你可能會發現 最近很流行一些 D3JS 或者是一些 或是你如果看BBC 或者看 美國的一些新聞 他們都有嘗試用一些 新的網路技術來呈現 不一樣的新聞報導 那林川美 他其實是 柯比跟一群新聞專業的朋友們 他們一起試圖 在台灣重現這樣類似的嘗試 他這樣的嘗試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如果各位有 之前有看過 跟林英雄相關的 類似捲軸式的 回顧林英雄先生一年的生涯 的那個 台大議論壇的報導 那就是柯比在背後 就是 與這些 議論壇的朋友們一起合作的 柯比今天準備的資料非常的豐富 柯比今天準備的資料非常的豐富 OK嗎 OK OK 那我們用 熱烈的鼓掌歡迎柯比 謝謝 喂喂 好我是柯比 今天監攝影師 所以有點累 OK 今天要講開源與媒體 科技主導的當代新聞 新聞學 這講題聽起來很厲害 其實沒那麼厲害 我其實是這樣 我自己本身對這部分 包括像沐月剛才講的視覺化等等的東西 其實都蠻有興趣的 然後這個轉折 漸漸的你就會走到說 跟一些新聞媒體接觸合作 因為他們其實 包括資料新聞學 新聞視覺化等等的 其實都是 現在真的蓬勃發展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這中間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科技人怎麼去跟這個接軌 因為我們知道視覺化這件事情 到後來已經不光只是說 做資訊圖表等等的事情 它還會牽扯到互動式的 甚至是一個透過網路 比方說協作等等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例子 另外一方面 資料新聞學也一樣就是 這個資料你要怎麼匯整 你要怎麼取得 你要怎麼處理分析統計等等的 這其實都會牽扯到一些 程式運算或統計的理論 所以之前有一個DSP的conference 裡頭有一個講者就提到說 未來會是統計學者跟資訊學者的一個統治時代 我非常相信這句話 我們現在先開始講 大家可能對這個東西有點印象 這是318時候的報紙的頭版 那它要幹嘛 就是來比較四大頭版 它們內容有什麼差別 你就可以看到自由時報 學生公佔異償 蘋果日報 國會史上手照 聯合報 學生衝撞 戰利利元 然後中國時報是殺人罪起訴的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頭版 我就驚呆了 我就震撼了 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就開始想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能會去想說 中國時報沒有報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隱秘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這東西更有一個更深一層的意涵 我們來看一下 放大一下看這個頭版 中國時報上面是寫 菲律賓的那個八海房原殺人罪起訴 我覺得這新聞其實也蠻重的 對我來講也蠻有意義的 不過你在看右邊有個道歉起訴 那個寫小字 我們看不太清楚它是什麼 香港商一傳媒什麼 有限公司怎麼樣要道歉 然後下面是一個 為台灣注入活水藥福茂協議 懇請立願通過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看 把它變成一個抽象版就是這樣 OK 不好意思有點感冒 上面是殺人罪起訴 右邊是道歉起訴 下面是福茂大法號 然後中間是學生佔領立場 你可以看到前面剛剛那個字 完全其實是幾乎是 你如果光我這樣投影出來 你可能就只看得到那個標題 照片 你可以得到什麼資訊證 就只是這樣子 學生佔領立場 是一個很邪惡的事情 要用殺人罪來起訴 他們應該要道歉 除此之外 這還代表這個福茂其實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支持 所以這件事已經不光只是說 他們沒有認真報這個東西 已經是利用媒體的版面在操縱說 我們怎麼樣去影響 影響讀者的視聽 這件事情其實可能大家都有看過這樣的照片 這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方式 一個照片 本來只是有三個人在這邊 那不同的裁切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右邊看起來是一個好像很不賴的照片 左邊看起來看起來就很像一個很照的照片 剛才那個情況跟著又不太一樣 因為這只是片面的報導 剛才那是操縱的手法 我現在再舉個例子 這張圖我常常拿出來講 它是一個什麼圖 右邊橫軸X軸它是台北市失業率 Y軸是那個台北市低收入戶人口說 然後我們再照時間 畫出一個叫connected scatterplot的東西來 然後再用顏色去標示執政黨 紅色我們先不管 那2000年的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998年1999年2000年都還OK 這時候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了 哇這個失業率暴增到2001年到3.87 到2002年的時候仍然繼續增長 這個勢不可當 這時候他們可能有做一些什麼事情 使得說這個失業率止住了 2003年2004年開始回緩 可是你可以發現這時候 低收入戶人口數暴增到某個程度 可能已經到達快4000這樣 然後他們繼續執政 這個東西有下降 失業率有變好 到2006、2007年、2008年 稍微穩住這個事態之後 然後國民黨又上任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失業率暴增到兩倍以上 2009然後2010、2011年這樣子 又稍微回緩 但是這個低收入戶人口數 已經是沒有辦法阻止 它一直往上成長的趨勢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這其實是一個網頁 在這邊 OK 那這個東西我剛剛 如果我剛才完全沒有講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圖在幹嘛 這基本上我就是把這個故事呈現出來 但是這其實我剛才講的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問題的 我跟你講說這個趨勢使得說 我們來判斷這個執政黨 造成什麼問題 這其實是不精確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2018年發生金融海嘯 OK 所以我沒有講這件事情 那片面的資訊 使得大家可能有點 misleading 無法吸收到正確的資訊 那另外一個例子 這邊有台灣地圖 這也是我常常拿出來講的例子 就是我今天這個圖其實是可以變圈圈 圈圈可以拿來代表它的那個數值的大小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我同時也做了heatmap 你可以看到說用顏色 這個量的就是數值比較高 那什麼數值這邊可以選 想說犯罪率 我們來選個詐欺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 台北市 新北市人特別愛詐欺 高雄市比較不愛的 OK 然後背信 哇 這變台北市 我們大家都沒有那個誠心 OK 這當然是開玩笑 等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因為 剛剛圈圈跟數值 跟這個heatmap 都代表同一顏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抽開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顏色改成正檔邊 就可以看到說 藍色的人特別愛詐欺 不對 特別背信 那我們來換一個例子 這個機車竊道 哇 這個 綠色的比較愛偷東西 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手法 我利用一個視覺化 利用一個操作的方式 透過統計的方式 等等的 而且我甚至沒有告訴你一件事 我這個是種人口數 我沒有normalize過 所以台北市人當然會比較多 對不對 假設台北市有百分之一的人口 會騙人 那五百萬人口 百分之一就是五萬 可是如果是彰化 幾十萬人口 百分之一才幾千 所以這無法比較 所以我後來就在下面 弄一個處理人口數的按鈕 不過後來就沒有做完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東西就是 拿來每次都拿來糊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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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有一本書叫做 Drawn Tank Pink 英文 那中文 中文有一本叫什麼 粉紅色牢房效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有看過請舉手好嗎 OK 那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他在講什麼 他一開始 粉紅色牢房效應 基本上他這個標題就是告訴你說 這邊有個牢房 我們把它漆成粉紅色之後 犯人就會比較安靜 這是什麼奇怪的理論 他其實就提到很多關於這種 他下面的那個 副標其實也就有寫了 Unexpected Falsies Lawkship of how we think, feel and behave 有些無法想像到的事情 就比方我剛才講的那個頭版 他寫一個殺人 一個道歉 再加上一個東西好 你看久了 就算你本來支持學運 你可能今天都會開始去懷疑學運 是不是正確 這些統計上就是某個百分比的人 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本書裡頭有非常多的例子 我現在來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符號對人的影響 下面有一個錢的符號 那他大概是這樣 就是找一群學生來玩大富翁 分兩組 一組是大富翁贏 他可能贏了幾千塊美金 那遊戲裡的錢 另外一組是輸了 就半毛錢都沒有了這樣 然後接下來請他們去想像說 他們拿到這一筆錢之後 他們可以過什麼樣的生活 然後接下來再請他們說 你們做這個實驗會有一個酬勞嗎 兩塊錢美金 那你願意捐多少錢出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想像過那個錢的那組人 他捐出來的錢 只有沒有想像過的那組人一半 光是提到金錢的概念 一個符號在那邊 就讓你會變得比較吝嗇 另外一個實驗是說 秀出一個納粹的符號 使得說受試者 有看到納粹符號 跟沒有看到的符號的人 他們在事後去幫助人家的那個動機比例 會稍微比較低一些 那書裡頭非常多的例子 比方說像是 穿衣服的顏色也會有影響 這邊其實還有一本書 大家可以去看 叫什麼 這個我不太會念 Information is Beautiful 有一個網站叫這個 裡頭的內容就在這邊 有些內容不在網路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買這本書來看 好那這本書 右邊是封面 左邊是我要講的那個內容 那個內容是一個叫 Red vs Blue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比方說足球比賽 大家可能會穿不同顏色衣服 有人穿紅色有人穿藍色 結果他就發現 紅色的那一隊的勝率比較高 這個到底是什麼道理 沒有人理解 就是你穿紅色你會變得比較厲害 其實這一件事情 那本書裡頭也有提到 就是你有些完全無法想像到的因素 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頭版 說不定七層紅色 你可以讓服貌支持率上升或下降這樣 OK 那這整件事情其實就是在說 大家有些東西其實是 你現在沒有想像到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已經有很多心理 或者是某些科學研究在進行了 那 等一下 讓我偷看一下 好 那我先換一個方向講 就是 大家可能想像的到說 那今天我們不要看這個報紙 對不對 中國時報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忠實的朋友 我不要這樣講 好了 我們說有些報紙 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 我其實一直都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們今天選立委對不對 有選好的立委跟壞立委 可是既然民主制度是這樣 就是大家投票選一個人出來 那一般來說 比方說我們一個小學班級 50個有個壞學生 那這個比例把它放到全國2000萬人 可能應該就有 也許大概50萬的人是不良少年 那這些人應該就選出一個立委 代表他們 所以那個立委應該就很爛 所以我們可以看 想像得到幾百個立法委員裡頭 可能有一些是每次都會學習 然後正因為有些人就是會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代表說 有些立場不是說我們覺得說它不好 那就應該消失 而是說多元化的立場是這樣 可是你可能會想說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選擇 不去看這樣子的報紙 比方說好我不喜歡它 那我不要看等等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 就像是Facebook一樣 比方說我今天在Facebook上面 我喜歡看什麼東西我就按讚 接下來漸漸的就會只看到我想看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概念其實就有點變成是 像我們剛才講 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 他們有不一樣的報導的方式 但是就是你喜歡看就去看 Facebook其實就變這樣 像最近有個人做了一個實驗 他就拼命的按那個廣告的站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 他的那個塗鴉槍就充滿了廣告 連他的朋友的塗鴉槍也開始出現一大堆廣告 那這兩件事情有什麼不一樣 說實話 這邊是變成說由你去選擇 這好像是說我們在講說一個 比方說中國時報利用心理學的方式來影響人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想說 那我們能避免這種狀況 讓大家自己去選擇 但是最後就會變成像Facebook這樣一個東西 他算是一個下一代的媒體 但是他的方式似乎也不是非常好 因為你不斷去點他 結果出來還是片面資訊這樣子 那像這樣的例子 其實還有不少就是不一樣媒體呈現形 比方說PTT PTT的做法怎樣 一個八卦版 然後你在上面可以爆掛 所以現在的生態就變成大家必須去 記者必須到八卦版去抄 我覺得這不能怪他們 因為有些東西記者也不是神通問的嘛 然後這個八卦版大家就在這邊貼八卦 當然會去抄這樣 那還有像是Line Line 這像是蘋果Line 我最近也加到他的粉絲團 然後他就會不定期吐這個訊息給你 那如果你又有 比方說我拿iPhone 我有設通知 那他只要發一個訊息 我手機就會想一次就可以看一次這樣 那像是Google快訊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東西 你可以去訂閱一個關鍵字 然後以關鍵字有新增到某個網站 要被提醒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Email通知等等的 那像這樣的東西其實就是 我剛才講的那個心理學的概念 比較像是說 今天媒體從最早的紙板 然後到電視到網路 其實是不斷在演進 但是這個演進並沒有結束 而是一直開始出現不一樣的平台 比方說Facebook Line Google等等 那這時候就會有人出來抗議 這是一個魯伯特 是美國一個跨國企業 叫新聞集團的跨國企業 他們就發了一個公開信給Google 說他們在這邊把所有新聞網站的內容 收集起來拿去做index 會影響他們的生計 應該要分一部分的那個議論給他們這樣子 那Google這樣的一個網站 其實也開始影響到新聞這個產業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也覺得很有趣就是 那新聞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個演進的方向 我們是不是應該說 我竟然今天是做一個媒體 那我是不是應該開始打造自己的平台 我不能老是等著其他人去做創新 然後我就依附在這上面 比方說我就開始開一個粉絲團 跟著在臉書上面打廣告 那這時候你就是被臉書插住脖子 他今天要調降你的流量你就完蛋 今天不讓你曝光你就完蛋 我們等一下會說明這個例子 一個謝玲玲的例子 那剛剛講到的是一個科技平台 一種創新新創的那個科技的演技 那當然我今天先把這個題目縮小點到Infographics 這件事情其實你可以看到 開始流行大概在2011年 以前可能也有 那其實台灣的媒體在今年 甚至是去年 其實開始陸續多多少有一些嘗試 比方說這個聯合報做Infographics 你可以看到說它 大家地溝油啊 黑心油試驗出來之後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圖表 告訴你這個油怎麼來的啊 另外一個例子 這邊有像是蘇聯公投 一杯咖啡的經濟課等等的 他們做這個東西做得很不錯 你可以看到他們風格 就是想要把所有東西塞進去 讓你可以在這邊看 然後你就要把它放大慢慢看 其實像是蘋果日報 這是香港版的 他們在去年也開始有做這樣的事 好像是2012年可能是前年 那他們風格就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字 比較少圖比較大這樣 這邊有一些其他例子 不過他們後來好像沒有繼續嘗試 剛才講的那些東西都是 最近媒體的一個嘗試 但其實像這樣的東西 資訊圖表 你看2000年的時候就有了 民生報的報紙 你可以看到雙人 雙城人塔射箭等等 圖解奧運 當然這個圖是從路透社來的 他們只是把它翻譯 不過這代表 這東西其實並不行 這其實是一直都有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像是蘋果日報 我覺得他們很早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蠻欣賞的 他怎麼做 你就一直按右邊的Find 然後他就開始打架 然後那個文字就跑出來 OK 不過很可惜 他們後來就開始做這個Timeline 網路上有一個模組 Timeline.js 可以讓你做一個很漂亮的時間軸 但蘋果日報 後來我不知道可能是流量還是效果不好 他就開始一直做一樣的東西 什麼假油風暴 巴西世界盃 合一 住宅避安 全部都一樣的東西 又沒有 再也沒有出現新的東西來了 OK 那其實像這樣的資訊圖表 我們可以讓他更互動 我們剛才都看到說 是一個靜態的圖表 比方說聯合報 蘋果日報 像剛才那個互毆的 那你也只是按一個按鈕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在講敘利亞內戰 2011年3月15日開始的事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基本上就是把那個死傷人數 還分那個小孩跟大人 然後用一個圓圈圈 表示在那個網頁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成果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時間 從左邊往右不斷的跑 這邊就不斷爆出一個一個圓圈 就告訴你說 這邊又發生戰爭 又死了多少人這樣子 這是一個 算是動態的資訊圖表 那他也可以算是互動式 因為我可以暫停 當然他在互動 並沒有很強烈的效果 因為我可能只是拖一下地圖 然後暫停什麼的 可能沒有出現其他東西 但我覺得這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用這種視覺化的方式 來表示這樣的資訊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說 其實像剛剛做的那些資訊圖表 他們都稍微沒有掌握到 這個創新媒體的心意 因為他們都做一張圖 做一個網頁在那裡 但是說實話 因為現在已經是網路媒體了 可以看到各個媒體都有網站 那個網站裡頭就是網頁 那這樣事情代表是什麼 比方說像是這一個東西 蘋果日報在報 那個敘利亞內戰的事情 然後看很靜態 你可以看到說 上面有圖下面有文字 右邊有廣告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該那樣的東西 遷入到這個網頁裡頭 你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右邊同時就播一個這樣的動畫 這樣我覺得 才是真正的一個 整合新媒體形式到網頁裡的做法 有些媒體其實 像我剛才講的都是單獨來做 甚至像聯合報一個APP 那樣是好的方式嗎 你要另外抓一個APP 我覺得當然做一個APP 其實有不一樣影響的心態 因為我們開一個網站 你要打網址 一個APP在你手機上 你點一下就出來 這個進入的方式 轉換率會不一樣 不過anyway他們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看過 有人用這樣的形式 來做這樣的報導 那畫風轉回到我原本今天要講的正題 其實我是講說科技怎麼引領這件事情 那我要分享兩個經驗 就是我跟台大新聞議論壇 然後現在改名叫新聞議論壇 合作的一個過程 當然我們合作了兩個專案 其中一個是這個叫做什麼 系上歷史記憶的黃世代 它是在主要是在那個318事件之後 在講說 318事件之後 林毅雄覺醒那時候 他要報一個前因後果 所以他就基本上說 整理了白色恐怖的史料 然後林毅雄他的生平 然後他還做了那個青年 青年的那個學運的領導人的訪問 OK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個網頁 我剛才忘記講這個 我剛才模仿前面的那個例子 來做一個台灣重大死傷事件的紀錄 我們來看一下1995年 2003年 然後2014爆了一個很大 這基本上死傷人數加價 結果這還沒有做完 那時候我原本是打算在七爆那時 十間八事數 那我相信那個效果可能會大 等一下我會再舉一些類似的例子 OK 這是我要講的那個 系上歷史黃世代的這個 這個 這個基本上在新聞學裡頭 大家只要龍鳳長的一個故事型態 但是我們其實在這邊有一些元素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 比方說第一個就是動態式的網頁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它是會隨著我捲動來做 這叫視察捲動的效果 然後像這邊我們利用滑鼠的方式 就是讓你去看我要點選哪一個受訪人 這部分則是在訪問 訪問那個年輕世代 他們對林毅雄的想法 那會需要這樣做是因為五個人其實很長 那如果真的太長 我們就把它變小一點 你可以點了去看 然後到下面看完的時候 再回到上面 你可以點一個人回去看其他的 OK 那再來就是做林毅雄的生命 你可以看到說這邊有個全版式的網 那個圖片配上文字的效果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全版式圖片的時候 其實它的震撼力是跟一般看小圖是不一樣的 這邊其實就有小圖例子 效果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這邊同時配上一個時間軸捲動 我們繼續往下轉 然後到下一個階段 它是在做那個驚喜對比 過去比方說募資 過去言論他們有什麼 跟現在對比來講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OK 然後這邊是白色恐怖的效果 同樣右邊有個時間軸 配上這邊應該也是有全版的照片 那這東西其實並不是我們發明 它是模仿像是紐約時報等等 在做一個全版式報 數位專輯報導的型態 OK 那這東西我們在做的過程 我來跳過這幾張 基本上我們其實人員的組成大概是這樣 伺責企劃這件事 然後編輯要產生文字要採訪 採訪那些青年的學運領導人 那這幾個其實算是媒體 原本它應該就 原本就有了一個組成 接下來我們配合設計跟程式 程式就是有我的負責 然後設計我們是由另外一個人來做 這樣五個新五個角的組成 那它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流程 企劃來做安排採訪 採訪然後把文字做編輯 然後文字全部都放在一個叫HPAC網站 它是一個線上共筆 然後設計就會出透過他們採訪的內容 排版等等出那個AI檔 給程式來採圖 然後就會丟到GitHub上面 一個版本管理的一個網站 OK 你可以看到說這是那個HPAC 我們現在其實就變成是一個透過 像是剛才講的HPAC 然後GitHub Facebook做聯絡等等那個型態 這是那個HPAC 它就在上面貼文字 可以看到編輯記錄都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邊 這是那個設計處的圖檔 包括單獨元素 跟幾乎已經完整的網頁設計 但是因為它只是圖檔 我就不把它拆圖 變成我們要用的型態 那這是我們把檔案放在這邊 這是GitHub的那個目錄 OK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 在做選舉的專題 它是一個叫什麼 村里長 村里事務之多少的一個專題 那它基本上是一個問答網站 那一開始我們想說 我們拿一些問題來問那個讀者 但後來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網站 是叫做重建海地的一個專題 那個專題做得很不錯 它也是透過問答的方式來做報導 它形式是這樣 它讓你讀一篇文章 然後一個問答 也許是問你說 這邊重建你要選A方案還是B方案 你選一個方案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你選A方案會怎麼樣 變成是說讓你自己參與決策 使得說你可以更理解說 這件事情有多困難等等的做法 不過我們這邊只學到它的皮毛 我們就是拿來做問答 做一個很類似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把一個網站切成兩半 左邊是那個村里長的形象 右邊則是問題 我們直接來看例子好了 OK 那下來你可以看到沒有里長 那你準備好我們來問問題 首先男女比率是多少 我們來想看看可能1比1吧 那當然就答錯 你可以看到說 你答案在這邊 大家答案在這邊 然後里長就跑出來 男生里長 然後就可以跟你說明說 這段的問答怎麼樣 然後像這樣問題大概重複了 大概四五遍 你可以看到年紀又出來了 這是一個互動師 然後這邊一樣也有正確答案的統計 那並不是每一次都是正確答案的統計 比方說下面有一個是選擇的統計 大家都選D 還有一些選D 你可以看到這個問題是什麼 廣播 廣播裡政策 這是它的事物也沒錯 OK然後像這樣的問題大概問個幾次 然後最後我們會出來一個是 所有人的那個回答的一個統計表 那這件事很有趣 其實我現在在這邊做這個不算很成功 因為其實這個指標是會隨著時間動的 所以如果有很多人一起玩 你就會看到這個圖還在跑 有人變多有人變高 因為後面使用一個叫Firebase的技術 那技術是說我船隻要過去 別人立刻就會收到 OK OK 那看一下 這是重建海地的那個專案的 大概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我剛才講 比方說兩個Pray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還做了不少統計 比方說村里長年齡分佈 然後在村里長藍綠的分佈 比方說藍色就是說那個黎是國民黨的 然後灰色就是五黨籍的這樣子 然後也做了很多統計 這個是年齡的分佈 各個鄉 他的里長的年齡層大概是這樣 從左邊到右邊 大概是年輕到年紀大這樣 然後中間那個橘色部分拿來排序這樣 然後這個我其實有點忘記了 這好像是那個裡頭 年輕人的比例跟投票率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表其實沒什麼意義 那基本上這幾個圖表 就是我們並沒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我們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拿來做分析應用的 想說可能會有什麼議題我們可以去研究 我們就先把它統計分析出來 發現沒有內容 然後我們只好再做下一步驟 所以這邊最後有個問題說 這個東西我們要找議題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合作 我們先有data嗎 還是先有news 其實我之前曾經去過台下新聞說 他有個學生就問我說 我們今天想要寫新聞 那去哪裡找新聞呢 那這真的是大宅問 連我都不知道 我之前跟他說好嗎 那你有資料你就先拿來看看 那不然你就去看現在新聞 那報什麼就跟著報 我不是專業的新聞人 我是科技人 所以我只能跟他這樣建議 不過我稍微可以 從這邊稍微講一點事情就是 好我們也許可以從新聞開始 那怎麼做 你就想說我去找什麼樣的資料 找到資料之後 你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比方說我要做什麼統計分析 找到資料就發現不行 那你就再下一回合 分析完之後再去找下一筆資料 或是相反的 我們先拿到中選會的資料 然後你就分析 分析之後發現沒有新聞點 比方說我們前面是圖表 都沒有什麼新聞點 你可以看到右半邊比較藍 但是這件事情 是好像沒什麼值得講的 那這個也一樣 這個圖其實大家都看不太懂 說實話 然後這個圖更沒有統計意義 頂多就是這個稍微有點異 因為村里長選舉候選人 他的那個年齡 很久是年齡 從那個1921年 最老的大概八十幾歲了 最年輕的比我都還小 然後他的人數 是一個常態分佈 這件事稍微可以講 但是大概也不會有人去看這個新聞 趕快點一下幾百個點閱率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蠻困難的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寄生蛋 還誕生期的問題 這個東西就算是我們這樣合作 也是沒有辦法突破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 這是GitHub的那個check-in紀錄 就是我修改紀錄 然後那個右邊 左邊那個粉紅色小球 那就是我 可以看到整排都我在改 修typo 修typo 修mistake remove repub duplicate item等等 那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剛用hackpay來做這個共筆 那我用GitHub來管理 那結果呢 新聞記者們 那個朋友們 通通不會用GitHub 所以有error 我修我 所以這個合作模式 就變成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要讓大家都學GitHub 不過這東西其實蠻geek的 這東西變成是合作的時候 你必須去考慮一個點 OK 這個問題就在這邊 另外就是獨家跟開源這個問題 這其實也蠻嚴重的 因為新聞都有獨家點這件事情 那臨時政府是開放程式碼 開放資料 那臨時傳媒就是其中一個project 當然也是繼承這個精神 那結果有一次我打到一半 其中一個朋友就 有議論談的朋友就跟我說 我們這東西先不要釋出喔 我都已經丟在網路上了 你們也用Hackpad啊 誰都看得到啊這樣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是 獨家跟開源的問題 我們開源是為了什麼 我們想要找點釋出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蓋 可是獨家是為了什麼 新聞報導 你要有獨家信 不然這個新聞一爆出去 那個效率就低了嘛 所有的媒體都一樣 我們之前還是 曾經想要跟聯合報合作 但是也碰到同樣的問題 他們希望我們在報導之後 才把東西釋出 可是這就導致說 眾人無法在釋前 大量的參與 已經違反了這個開源的精神 OK 我那時候就稍微列一些 可能合作模式 你可以看到說完全開放 就是全都丟出去 報導前先恩惜 就是報導前 你不能拿去商業利用 這也許可以阻止一些媒體 去利用你的成果 但這其實有點困難 我覺得它不光只是成果 一個idea也算嘛 對不對 我看到你今天在做件事 我去請人做一樣 是不行嗎 同樣的 報導後釋出就是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 那合作模式的話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臨時政府 大家來這邊都是 志願無幾薪什麼的 那今天要跟一個商業 比方說 真正的報紙合作 其實有困難的 有想到一些方式 比方說 報紙可以透過 把他們取得資料釋出來 當一個酬勞 或是你真的有 我們這邊專案的人 一個人的方式被受僱 或是由他捐款到 平方說 GTV來幫助辦理Hackson等等 當然議論壇 不是一個會獲利的實體 所以合作是沒什麼問題的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思考 如果真的要來開原社團合作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OK 這是合作提案的那個Hackpay 其實寫到後來好像也沒有 有很好的結論 OK 其實時間差不多快到了 我來稍微加快一點速度 OK 這個是那個 那時候做出來的成果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那個 龍鳳那個 大概6000個點閱 這是那個 問答2000多個點閱 可以看到按讚人數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分析 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林毅雄專輯900個按讚 村里長300多個按讚 你可以去比 隨便一篇發表在旁邊 他們可以寫個一天的發表 1600個讚 基本上我們這兩個專案 都做了一兩個月 這是有符合成本的嗎 這其實也值得去考慮 但是這件事不一定代表是錯的 這個專案我花了兩個小時 我統計那個捐款 就是那個 冰桶挑戰那個捐款的統計 你可以發現說 從2006年到今年 今年8月的某三天 他的捐款量是 這好幾年 大概89年的70% 我把這件事情就丟出來 然後就12000個讚跟分享 可以看到工作決斷是10萬 同樣高雄地下管線 我只是把資料疊到Google Map上面 5萬個讚 這個東西 因為我沒有做GA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大概是50萬個搜尋 這個東西如果畫成圖表 你就可以看到 右邊是地下管線 中間就是冰桶 然後左邊是剛剛的那兩個專題 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有問題 你可以看到說一論壇 他們是貼著他們的粉絲團 但是他們有13萬個粉絲 但是這個比例卻這麼的低 然後我就去分析一下 他的按讚跟分享的圖 你可以發現他們最多的時候 是在善越學運的時候 接下來就完全消失了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那個 Facebook有說 他們要調整這個東西的演算法 你就可以看到 我最近還問那個議論壇的朋友 他就說 對啊最近都沒有人在看 為什麼放在臉書上就是會變這樣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還甚至還找說 有沒有人把資料當出來 我就幫他們寫一個scraper 把他們資料當出來 這是byweek來看的資料 我們再把其中一段放大 你可以看到說6月的時候還不錯 那時候我們貼第一個專案 後來真的是就相當小 這件事是代表說 我們必須追求流量嗎 其實有幾個網站就是在追求流量 Content Fund 當我們知道這些網站是幹嘛的時候 我就驚呆了 我人生就是改變 點進去看全都是垃圾文章 都轉貼來的 這是我們媒體想做嗎 不是 因為我們做的是新聞 我們不是要做Content Fund 所以這邊怎麼去抉擇去取捨的 我覺得這可能是大家需要思考的 我剛才也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冰桶 另外是高雄地下管線 雖然他們都是追潮流的新聞 新聞報什麼就跟著報 但是它的效益是剛剛的那麼多倍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其實可能只是說 我們選的題目不夠好等等的 那我還是相信 你做資料新聞 或是做新媒體等等的東西 都有它的效果 那這邊不光只是從這種形式上的改變 剛剛提到像是Facebook做的事情 Google做的事情 我覺得媒體朋友也可以去思考 而不光只是說人家做什麼跟著做 我們去思考說下一個時代的媒體 我們可以怎麼去改變它 來從這個方向去做 才是媒體我們真的要追求的方向 今天大概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那謝謝科比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那我們其實有點超過時間 那現在已經是休息時間 那我想就 有問題的人 可能就私下找科比 或者就是詢問這樣子 那穆約他也在這個會議室 如果對剛才他的演講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找他聊 那我們後面有兩個議程是 開放NCC API 然後 觀者日覺 你媽知道你在看假新聞嗎 然後以及 台灣公司關係圖資資料解構 OK 那我們休息時間到11點20 那歡迎大家到時候再回來繼續聽